老人痴呆症 剛才提到老人痴呆症 右邊有一位教授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是相當近期的 就是台灣的學者 蔡立衛 他現在在麻省理工大學 開發一種 老人痴呆症的療法 就是用這個 一個聲頻 四十黑 和光照射 以及被聲音聽 實驗的是白老鼠 大家都看到 這不是另類的療法 這在美國醫學界 有一個正統的位置去做 剛才幾圖問過一個問題 譬如說這些聲頻 對人的腦有什麼影響呢 原來發現了一件事 如果腦本身出現了一個 這些神經單元阻塞的時候 他發出另一種的腦電波 就是加碼 當然我們之前提出有四種 這個所謂 他出現了腦的問題 加碼 這不是我們平常的那種 是另一種 那腦的波頻 是腦的波頻 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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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塔塔塔 黃色 有時入夢的那時刻 在冥想 身體是處於最放鬆的狀態之下 這個節目我們講了很多次 甚至梁恩貴教授上來都講過 我們身體的狀態和我們的腦殿波 本身是有一種關係 外在的關係是甚麼呢 外在如果出現了另一種的聲頻 或者是一種頻率 它和我們腦殿波裏面的頻率 產生共振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身體的反應 當然有良性也不會那麼好 所以很多人會嘗試找回 就是究竟哪一種的聲頻 對我們的身體的狀態 是最好的 又或者如果我們有病的話 我們可以在哪一種聲頻 會產生一種好的反應 又反過來 如果我們有一種聲頻 對我們不好的話 會令到我們有病 我們知不知道是哪一種聲頻 後面這位就是蔡立衛教授 剛才我們所說的就是它在做關於 用光頻的聲頻 去40克 我們之前提過在地球上 有一個舒曼共振 這個舒曼共振的頻率也是低頻 就是7.83 7.83 7.83就會令到 就是 在地球上 就會有一種聲頻 就是7.83 就會震動 有些人會覺得 為什麼我們這種震動 會產生一種良好效果 就是因為這個是地球的心跳 是 Gaia的心論 就是說它的心跳是怎樣去論證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離子層 和地面之間 由於那個電力 應該是什麼 是lighting lighting應該是那個電子 是電激 就是閃電 閃電 你平時看到閃電那些 當然是很大震動 又落雨 其實不是的 它很多時候都會閃的 不過我們未必看到 就是由於這個電流的關係 就會在地球出現 7.83的一種震頻 如果我們是和這種震頻 是有一種共振的現象 我們就會產生一種對我們身體好的反應 所以這就稱之為這個大地的震頻 那個論譜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是來自自然界 其實我們已經適應了這種震頻 如果我們聽得翻的話 或者我們跟它有共振共鳴的話 就會對我們身體好 這個就是由於一個德國的科學家 他叫舒曼 在一九五幾年的時候 他就發現了這件事 於是出現了一種叫舒曼的共振 現在在坊間就會有很多治療法 即是說你聽7.83這個黑的聲頻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種治療的方法 有些就是所謂的思想 就是要踢白人 他就告訴你不是的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那是一種電磁波 它不是一種聲音 所以兩樣東西是不同的 但是大家剛才看看 你看看蔡立華省理工的這位科學家 蔡立偉 他又用光又用聲頻 換言之 這個可能出現一種的情況 就是無論它是光 一種電磁波的狀態 或者一種聲音的狀態 他都有可能令人產生一種反應 光和聲音都是一個可以共通的感 感染頻率 嗯 去到這裏 當然我們很簡單 就是說 那個科學家舒曼 就發現了這件事 但我一細心看的時候 我就發現了一件事 比較奇怪 原來這個舒曼 即這位科學家 他就在第二四世紀大戰之前 其實已經研究有關這個問題 但在這個第二四世紀大戰之後 後面這位就是他的樣子 是 他曾經被美國拘捕過 就加入了這個所謂Project Paperclip 這是一個什麼行動呢 大家都記得 我在很久之前介紹過 就是美國為什麼會做到太陽神燈月計劃呢 就是因為他們俘虜了很多德國的火箭專家 當時由於這班德國的科學家大部分都是納粹黨 在美國的法律裡面 其實他們是不可能移民到美國的 甚至是要上這個法庭 但是當時美國的中央情報局 就利用了一些方法 就是將來偷運到美國 在蘇聯也有同樣的做法 就是他們對他們在納粹時期所做的暴行 是既往不救 由於他們懂得火箭 於是他們就可以去移民蘇聯 在美國這個叫做Paper 即是萬字箭計劃 就是運送這些德國納粹的科學家去美國 其中一個主要部分 就是為了美國太陽神燈月計劃服務 那舒曼呢 後面見到這個Rinfeld Auto Schumer 當時也是因為這種計劃 就是曾經有一段時間在美國 但是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回到德國 就是西德利港港 我一查的時候 就完全找不到 為什麼他會被送到美國 因為他研究項目 跟火箭是沒有關係的 主要是研究聲頻和能量 也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放回他 而放回他後 他就研究了舒曼共振出來 更加離奇的事情 就是他原來審批過一個 在第二次大戰之前的項目 這個項目是什麼呢 這個項目到現在都沒有人 說得到什麼事情 這是他的一個同僚 同僚 這個人物 這個人物 到現在都沒有太多資料 只是知道他做過一件事 這個事情 很簡單 大家在背後的文件上 都會看到 一個實物是這樣的 這個實物 就是把幾塊鐵池的東西 應該類似一些 例如發電機的物體 或者摩托物體 就擺成六角形 上面這個圖表 他之間的互動 原來可以產生能量 這個就是 在英國的情報部門 是留下了一份文件 就說有這件事 但是呢 有兩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產生一種能量 亦都不知道 那個能量 本身是透過什麼 具體的方法 可以產生 只是知道是會產生的 但這個能量當然不是很大 你也看到 這個設施是很簡陋的 這個名字本身 都很QK 人名叫Hans Kohler 後面這個 這個 都不是那個正式的名字 待會我再找一個正式的名字 給大家看 就是 英國的情報部門 有一份相關的文件 是這件事 他的設置 就是由舒曼去審核 說裡面發揮一些特殊的能量 這裏產生了兩個疑問 其他一個疑問 就是 這個舒曼 他是不是因為這種所謂的能量設置 而令到他想起 這個 在地球上 這個7.83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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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球 這個地球深入 第二就是這個 這個Hans Kohler 這個設置 現在去哪裡 在網上 現在有些人 就會 重組這個 這個物體出來 這個物體 這個物體 叫什麼名字呢 這個書我讀得很辛苦 就是叫做什麼呢 Magnostromaporate 它後面那個 可能的 可能的 疑問是什麼呢 就是 究竟這個 是不是所謂我們的 免費能量 free energy 來源 於是 很多現在研究 free energy 的人 開始去看 這個 物體 由這裏 又推上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當時 納粹黨做的 非碟 究竟我推進的原因 是不是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 現在說的 與這個原理有關 與這個原理有關 非碟會在這個問題上 有沒有研究過 有的 基本上 這個也有一個方向 為什麼要找這位 蘇曼先生 就去 跟那個 那時候 都未曾 未曾出現 那個 那個研究 他 找這個頻率 就不單止 就是那個 剛才你提及的 7.83 Hors的 那個 頻率 還有 有一些 就叫做 行星頻率 我們太陽系 裡面 他 每個星球 都有自己的波頻 那波頻 就是在那個時期 都已經有一個著落 知道那個方向 和它的分別 是怎麼樣 那就是 也都 有一個 在德國時期 也都應該研究 那個飛碟制造的時刻 就是 飛碟的那個 飛行的方式 就是利用 這個叫做 電池的 那種 共振的原理 使自己 製造了 一個 反地心吸力的 那個原理 令到那個 那個 物件 那個飛行系 是可以 升空了的 那麼 與此同時 也都有個概念 也都已經在那時候 紋身了出來的 就是會不會 當地球的 設計了一種工具 一種飛行具 離開了太陽 那個大氣層之後 它可以 直著的 那個叫做 行星的頻率 就變成了 一種呼應 然後 就用這種 這樣的 鎮頻的原理 就是 將 這個飛行器 拉到那個星球 那麼這個概念 當時 裡面那裡 就已經 有這個 想法 找到他過去 那裡 就是想 看看是否真的可以 把這個 之前 在納粹時期 都已經有個方向 真的 將他做出來 究竟 做不做得到 不要問我 又問一下 陰謀論的那些人 那些人 那個是說 有free energy 那些人來不了香港 死了沒有 不是 Kisha 應該都長得來的 不過他都 變了幾麻煩的人物 因為我們經常跟他聯絡的 那個人都說 他現在 有些問題 即是變了 變了 對 變那個原因 就是 日後 日後 覺得有機會 可以說的字 大家 剛才那段 為什麼 我自己都不敢 太過詳細去說 就是 因為 有的資料太少 那個人本身 就是舒曼這個人本身 他 他是一個什麼 政治立場的人 譬如他是不是 納粹黨 即是納粹黨的黨員 查不到 似乎也不是 但如果他不是的話 他為什麼會 無情情 去美國呢 這個是第一原因 第二樣 就是這個Hans Kohler 現在你在網上 能夠找到的 就是說 他是一個 免費能源 機械的設計者 是 如果是的話 當時 在這個 德國納粹 為什麼不大量 用他的設置 去做能源 這個是解釋不到 但是 如果 完全是留意的話 就是 英國的情報部門 為什麼 又會 套餐 這個又是 相當少的 文顯 去說出來 只有一兩份 所以 我們只能夠 按下不表 就是說 他是有一件 這樣的事 而他的 身份背景 是相當之 神秘的 是 可能他牽涉到 很多 很重點的 失意 後面有一堆 但我們 不知道 不知道 有很多原因 但可能他做了一個很關鍵 就是 他這種實驗 他未能去到 一個叫做 完成的那個 但有一種 後遺的 情況 出來 這個 現在 最適合去探討 就是 這些低頻的實驗 或者 你那個叫做 運用的時候 他會不會 對一些 人體 或者其他的 生物 他會有一種 叫做 是影響 這個頻率的 影響 現在就是大家 很關注的問題 我們這幾個 星期 講疫情的時候 都有涉及到 這種頻率的 問題 原來這個 到今時 都做為很神秘 或者有人已經研究過 但他在裡面 有時候 可能他沒有當 這個 是一個 叫大家防範的 一個意圖 而他可能 會當這個 可能是一個武器 所以現在 這個 是很神秘的 他的 那個研究 去到什麼階段 我們只是 摸到他 一個方向 但開不到一個 門路 去進入他們的 究竟研究到 什麼階段 是的 但是 大家 記得有一個 事件 譬如 在廣州的 一些 外加人員 是 廣州 我忘記了 但在中國 和古巴 突然間 腦子出現了一些 難題 聽到的聲音 到現在都查不到 是什麼事 但是 現在是做了很多 實驗出來 譬如 令到我們 看到一些聲音 看到那個 樣子是怎樣 還有我們 會感覺到 這些聲音 對我們的 身體 會不會造成 某一種反應 我們下次回來 講講